在现场小波特亲自指导基隆的同学如何精进球技 并亲自示范基本功的训练投球与专注度 透过行动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宝贵的NBA篮球训练课程 可以增进我们的球技 因为他刚刚教的东西是不是你们之前比较没有碰过 比如说 比如说投篮然后上篮的模式也没有做过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方式主要训练是挂发力还是什么 像弹跳跟投篮的精准度 然后第二次弹跳 MICROPOR的对抗 大家包括同学加油 我们看看同学能不能赢过Porter 有机会哟 13号同学 13号同学 Winny Winny 加油 13号同学 跟别人球员一起打球的感觉吗 很开心 因为他难得来台湾嘛 然后可以跟爱琴打球我觉得很开心 那刚刚是你春到最后跟爱琴 有没有觉得亮荣心 有 你觉得他的球技如何 他的球技很很棒 然后他投来很走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剩我们两个在场上我觉得很紧张 然后最后赢了 看到本人呢 你觉得他本人帅吗还是怎么样 给你特别的感觉吗 他本人比我想象的还要高 нос Werder 我ей着 我 打不起 你好 Festival 好 那么的感觉 你来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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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其中的 我一直在想要來亞洲一段時間 所以要來這裡,看到文化,看到你們的生活 吃到食物,去見到大家 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我期待在工作和球隊 我現在有很棒的時間 這是我的第二天來這裡,但我現在有很棒的時間 他說他其實在基隆 他很期待來這邊的美景 因為他下午還要去看景點 然後他也很期待一些美食 然後他也很開心可以跟這麼多的同學們 一起來做這個訓練儀 這是NBA明星球員小波特首度來到基隆 他用球技展現明星的氣質 用類似遊戲教學的方式提升學生的基本功 訓練態度相當親切,現場的歡笑聲連連 進一步激發學生對籃球的熱情 相信將使基隆籃球運動更為茁壯 記者黃仁生,陳淑萍,基隆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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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